好看四郎 这条路其实比大家想象中还要窄 想要开上去就算收起一边的反光镜 轮子偶尔都要悬空 如果我们倒上去的话 不言而喻难度就更上一层楼了 但就是这应届不暇的困难 才造就了我如今一手的车技 趁现在晴空万里秋高气爽 大家就来看我如何把车倒上去 作为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这美轮美欢的风景 我是来不及欣赏了 因为挖在半山腰的红薯 还等着我去的他们回家呢 要不是上去实在不方便掉头 我也不会不顾这艰难险祖把车倒上去 当我走过越多的高山峻岭 我就越佩服开辟他们的先驱者们 他们利用古老的智慧 靠着勤劳的双手 不辞勤劳的建起了一座坐桥 修好了每一条路 这样无私奉献的精神 总是让每一个人折服 不知不觉就快把车倒上去了 大家可以帮我点个关注 就让我来当你的眼睛 带大家去看看云贵川的千山万水 感谢你的观看